第304 回圈倍數總和 不過講這個之前的話 像剛剛這一題 其實當然如果你要用壞回圈 其實也OK喔 這一題的話呢 如果你要把這個4回圈改壞回圈 只是說如果你改壞回圈 其實也占不了太多便宜啦 所以只是說當然你可以自己做練習 比如說這個地方假如說 老師我如果不想用4回圈的話 那其實基本上你就是要記得 會有幾個地方 要特別注意 就是把這幾個拆開來看 第一個的話呢 A的尺 那當然就是那個初始詞 file部分 所以也許你可以試試看 就是如果你要把4改成file 這個地方該怎麼改 這個地方302的部分 我把它存檔一下 你也可以想想看 假如說啦 302題 假如說以這一題 甚至如果說將來有另外別的考試啦 他就考你說 以這一題你用file回圈寫完之後 輕力把它改成壞回圈 說不定也有可能會考這樣的類型的題目啦 OK 也許可以試試看 這一題是不是能夠把它改成壞回圈 這個也許可以想想看 然後另外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304這一題 回圈倍數總和 首先的話呢 它這邊題目是要我們怎麼樣 這個1輸入值計算所有5的倍數總和 OK 那也就是說呢 當然呢 我是建議各位可以先看底下的輸入輸出的範例 那盡量就是說呢 它的題目其實蠻單純的 你不要把它這個題目想的太複雜 首先的話第一個 你就按照 假設輸入輸入21 那輸入21得到多少 得到的是50 你想為什麼輸入21會得到50 那上面有提示就是說 5的倍數總和 那怎麼會21得到50 其實它意思就是說 從多少呢 從0開始到21 這個中間的這個數字 應該是從1開始 從1到a啦 所以意思是從1到21之間 所有5的倍數的總和 也就是說呢 假如以21為例 那當然呢 我們如果從1開始 算到 當然5的倍數第一個就一定是5啦 5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10 再來就15 再來就20 所以它意思就是說 把5加10加15加20 加總的結果就是50 那我要怎麼寫出像這樣的一個 5的倍數的加總的程式 所以理論上 當然第一個一定有個輸入嘛 所以輸入的話 a 的話 那當然我們首先一樣 第一個借用一下這個 a 所以你會發現 程式第一行最好寫 就 a 等於什麼 這個 evo 然後 input OK 我把畫面再切一下 我把畫面再切一下 OK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 a 等於那個 evo 一樣 跟前面的題目一樣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根據這個題目 它要的提供的相關訊息 就是說呢 回圈計算 1到 a 之間 回圈喔 所以回圈的話 理論上它是有個範圍的 1到 a 之間 所以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底下 第二行就寫什麼 寫一個for for i in range 那這個範圍的部分的話 就從1開始 所以一樣嘛 從1開始 逗點 後面的話呢 當然就是什麼 到a 這個 如果你寫a的話 是a停下來 所以它當然應該是 加 a 加上1 意思就是說 在那個 a 的後一個數字 停下來 那後面當然呢 它不是偶數啦 所以我們不需要逗點 像前面那一題是逗點2啦 這一題的話 因為 它是這個 沒有提到是偶數 所以後面就不用加 從1到 a 加1 冒號 那 enter 之後的話 接下來的話 要累加啦 所以累加一樣 我們跟前面一樣 就ans等於0 那底下的話就是說 當它的值 能夠被什麼 被5給整除的話 所以你不能說像剛剛啦 剛剛是ans 剛剛那一題是ans等於ans 加上i 那如果你這樣的話 變成說 它就是幫你把1加2加3加 加到21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假設把它print出來 如果這樣print的話 它這個結果ans呢 就會等於什麼 等於1加上 一直加 加到21 不是我們要的結果 它要的是什麼呢 它要的是如果能夠被5整除的那個才加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 所以假設它這邊有個敘述 就是所有5的倍數 意思就是能夠被5整除的才去加總 所以喔 這邊的話呢 意思就是說我在for回圈裡面需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那判斷的話就是if 如果什麼呢 假如那個i這個值呢 除以5之後呢 意思是 如果能夠被5整除的話 那就是能夠被5整除 這個前面我們有做過嘛 如果能夠被 也就是除以5之後的余數 等於什麼 等於0的意思 ok 然後一個冒號 也就是說呢 如果能夠被5整除的話 那我才做下面的事情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不能同一接喔 現在是同一 記得喔 把下面這邊按一個TAB鍵 意思就是說 上面這個邏輯如果為true的時候 才去做什麼呢 才去做下面的事情 ok 如果這個邏輯為true的時候 那我就做 所以這個冒號應該是to do的意思啦 to do 那如果在java裡面喔 它是用大瓜糊來表示啦 那只是說在pyc裡面是用冒號來表示 才去做什麼呢 下面這個事情 什麼呢 ans等於ans加i 另外前面有講過喔 其實如果你 假如說你比較習慣寫java的寫法 像java是什麼 java是寫ns加等於i 這樣也可以啦 因為我在雲端上 我是寫這樣子啦 我怕有些同學不太能夠理解 老師為什麼這邊你是這樣寫 那邊這樣 其實兩個寫法都可以啦 ok 那只是說哪個寫法比較ok啦 你就找你比較習慣的寫法 那跟各位講喔 ans加等於i 在java裡面可以用 可是vba裡面不能用 vba裡面你只能寫這樣的寫法 就是ans等於ns加i ok 其實跟各位講啦 如果你在java裡面寫這樣子 可不可以也可以啊 ok 也是說啦 所以我是建議啦 如果假設你不想要記太多 你應該記這個好了 ok 因為這個寫法的話 感覺上比較能夠相容於多一點的 程式語言 意思是說 把後面加好的結果 把它放到前面去的意思 理論上這樣應該就寫完了 跟剛剛比較之下 其實頂多是多了一個什麼 邏輯判斷 另外記得 下面執行的話 一定要記得要縮排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再來run一下啦 所以如果按照剛剛這個邏輯 請各位注意一下 因為他這個也沒有防呆啦 所以你不要想太多 反正你就輸入21 如果得到50 那理論上 你這個答案應該是ok的 也是一樣 沒事不要多做那個防呆 因為你多做防呆 反而程式一round是錯誤的 ok 知情一下 總共才6行 ok 所以我輸入21 Enter一下 得到50 應該是沒錯啦 如果我今天怎麼 輸入31 那應該就多了什麼 等於再多加上那個25 30 所以105 那沒錯 ok 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304的部分 試著完成看看 回圈倍數總和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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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